科尔鸭好痒吗 汪志祥,职业兽医师,犬猫外科专科医生 科尔鸭是比较好痒的 这种鸭子不相识,养起来非常方便 它的腸位功能、吸收功能也非常好 从购买鸭蛋到书华需要一段时间 在照顾科尔鸭的鸭蛋时候需要细细一点 在小鸭还没有长大之前都需要比较好的照顾 首先鸭蛋出来之后,时间之内开始孵化 都是可以的,需要购买一个孵化箱来进行孵化 如果是冬天,在孵化箱外面还需要盖棉柜或者泡膜 保证温度很低 一般来说孵化十几到二十天 小鸭就会出来 还需要注意的是,科尔鸭在孵化的时候需要人工介入 要把科尔鸭的鸭蛋的鸭壳给弄自己 让它自己出来 一般来说小鸭的破坑能力比较弱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